你就是打着机会骂我们眼光呗 我非常感恩 桃源的父亲是你 如果没有你 桃源肯定会被我照顾得乱七八糟 好好的一个小萌娃 估计啊 都要成小丑孩了 跟你比起来 我太失职了 我只会拱着他玩 却连最基本的贴心照顾都做不好 不要那么说 改名我带你去其他府上看看 你比那些夫人 做得好多了 那些女子哥哥生了孩子以后 都会直接将孩子扔给如母照顾 平时只顾参加这个宴会那个花会 然后没事 再去跟夫君的小妾们争争宠 互相陷害一番 哪天想起孩子了 才将孩子叫到跟前 考教一下功课 对于他们而言 孩子只是用来妖宠和攀比的物件 孩子喜欢什么 心里想些什么 他们怕是一辈子也不知道 你看 你能哄桃源丸 能给桃源做他爱吃的小灵嘴 能整人在家陪他 你已经是一个非常合格的母亲了 对啊 娘亲你现在非常好 桃源每天都很开心 娘亲只是比那些贵妇人们好啊 可娘亲没有你父亲做得好 你父亲最好 这种小事不要放在心上 其实你生我养 这样分工合作不是挺好的吗 桃源是我儿子 我养的照顾他是我应该做的 而且我养的十年 也比不上你怀胎十月 依照分娩的痛苦 那如果以后我们真的成亲了 再生个孩子的话 也是你负责一手带他吗 当然 如果你愿意生的话 生多少我都一个人带 不需要你插手 你只要父子跟孩子一起 美美美就行了 我我我 还有我 我以后也可以带弟弟妹妹的 去看看香炉 要够画了没有 这些画的都足够用了 来 现在开始吧 小唐源 你自己要看的啊 等会看到你父亲伤疤被割开流血 你不许哭 知不知道 我不哭 我还有哄父亲呢 我要给父亲吹吹 好 父亲等着汤源来帮父亲吹吹 好